原标题 经典故事 让良心说话 那一年 王老汉的老伴得了重病 为了治病 他以两分力的年期从本村李麻子那儿借了一千元钱 可钱花了 并却没治好 老伴还是先得一步走了 第二年 王老汉洗澡贪黑地上山歌草药 把卖草药的钱一个子儿 一个子儿的积攒起来 凑足了钱 连本代理还给了李麻子 可那天还钱是在半道上 旁边还有本村的几个人 李麻子说 借句没在身上 王老汉当时没太在意 说 你回去把借句撕了不就行了 反正我是不欠你的了 这是一晃过去了五年 这天 李麻子来找王老汉 说 老爷子 这几天我手气不好 输了不少钱 你看 你借我的钱能不能还我 王老汉一听 脸急得耍白 我借你的钱不是早还你了吗 李麻子眼睛瞪得溜远 胡说 你什么时候还我了呀 老爷子 天地良心 你可不能借了钱来账哪 借句都还在我这儿里 你当初借了一千元 说好两分利的年息 零头我也不算了 连本代理两千元 我给你五天时间 到时候你不还 我就上法庭告你 说完 李麻子怒气冲冲地走了 王老汉活了一大把年纪 各种各样的人见过不少 可还真没遇上像李麻子这样不讲信用的无赖 他气得浑身直哆嗦 幸好当时还钱的时候旁边还有人在 他决定去找当年那些目击者 请他们出来为自己作证 可让王老汉非常失望和伤心的是 当年在场的那几个人不是找不到 而是找到他们之后 一听说这事 不知是怕得罪李麻子 还是事先已经被李麻子买通了 说话全都支支吾吾吾的 都说已经忘了 记不清楚了 没有一个人肯站出来 替王老汉说句公道话 王老汉一跺脚 干脆也哼下秤妥铁了心 反正我已经把钱还了 问心无愧 他李麻子 愿上哪告就上哪告去 五天过去了 李麻子见王老汉没有还钱的意思 真的登门要起来了 他换了一副笑面孔 对王老汉说 老爷子 上次是我态度不好 是我不对 这样吧 都是相礼相亲的 利息我也不要了 光把本钱还我就行了 你看怎么样 王老汉指着李麻子破口大骂 小兔崽子 你给我滚 我活了一大把年纪 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样的无赖 那咱们法庭上剑 那剑都行 于是 李麻子就仗着自己手里 有那张当初该撕而没有撕掉的借据 果真就把王老汉告上了法庭 谁都知道 法院判决的依据是证据 现在借钱的证据在李麻子的手里攥着 而王老汉却拿不出自己已经还钱的证据 形势显然对王老汉十分不利 庭长对王老汉说 被告 你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你已经把钱还给了原告 法庭将判你败诉 王老汉问 败诉会怎么样 庭长告诉他 败诉 你就得还原告的钱 王老汉脖子一挺 我要是不还呢 庭长严肃地说 被告 请你注意 这是法庭 法庭一旦做出判决 就具有法律效力 你就要履行法律责任 否则就是抗法 我们将会强制执行 王老汉一听 脸长得红红的 他颤抖着手 从怀里掏出一个红布小包 包去一层又一层 最后 从里面拿出一张巴掌大小 旧的发黄的草纸来 他激动地对庭长说 法官同志 要这么说 我这张借句 是不是也能找人还呢 庭长借过这张黄草纸一看 惊诧万分 他审过无数的案子 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证据 只见上面这样写着 借句金借到王德昌老板大洋两百块 年夕巴黎 期限一年 借款人 抗日联军第一陆军 第二师第三团团长赵大胜民国26年12月18日借句的右下方 还有一方方形的张印 庭长抬起头来 语调有些变了 这是 王老汉说 这是当年这个叫赵大胜的团长留给我父亲的 王德昌就是我的父亲 法官同志 你说 我今天能拿着这张借句 向政府要账吗 庭长惊呆了 沉吟着 用职业法官的口吻对王老汉说 只要这张借句是真的 政府一定会如数把这笔钱连本带利还给你 多少呢 可不少 有几十万吧 一旁的李麻子禁不住惊叫了一声 妈呀 这么多啊 可是 我不能要 王老汉语气显得非常沉重 法官同志 能允许让我把这事说一下吗 庭长点点头 请说吧 王老汉于是就缓缓地向大家诉说起了这样一件往事 那时在王老汉父亲去世的时候 王老汉在整理父亲遗物时发现了这张借句 那一年是民国二十七年 也就是在赵团长写下这张借句的第二年 当时 抗连部队生活在深山密林里 条件非常艰苦 王老汉手里捏着借句 但压根儿没指望能把这钱收回来 那年冬天 雪特别大 天特别冷 他清清楚楚地记得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 半夜时候 他被几下沉闷的敲门声惊醒 一开房门 一个几乎冻僵了的人扑进门来 倒在他的怀里 那人气息已经很微弱了 问他 你 你是王德昌老 老板吗 声音很轻 但咬字很清楚 王老汉回答说 家父已经去世 我是他的儿子 来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 他应声着 从怀里掏出一个布袋 交给王老汉 说 路上遇到敌人 耽误时间了 这 这是招团长让我送 送来还 话没说完 他就昏死过去 再也没有醒来 王老汉懂一点一道 他发现那人身上并没有伤口 就怀疑是饿的 后来 在来人的衣服口袋里 王老汉看到了几块硬的简直无法啃叶的树皮 而打开那个布袋 里面却装着216块大羊 那正是戒具上的树 连本带粒 一分不少 王老汉顿时眼泪哗哗的流 这个抗连战士啊 他只要从口袋里拿一块大羊 就可以换来吃的 他就不会饿死 这么多年过去了 如今在法庭上 一说到这个故事 王老汉还是止不住的落泪 他哽咽着说 这张戒具上的钱我早已拿到了 我留着这张戒具 不是为了以后什么时候再拿它向水讨要 而是为了纪念那个 不知姓名的抗连战士 人 要有良心 要讲信用 要不 还叫什么人呢 法庭上 所有的人都被王老汉的故事感动了 好久好久 庭长言归正传 原稿 被稿 你们是否统一庭外调解 没等王老汉说话 立马自抢着开了口 老爷子 我撤诉还不行吗 这件事是什么时候我去扶购而言 帮助 这行为多不 他人认为他努力的着 没等长官 但是你看到这张戒具在上的欧阳 没有让他人找到那间的包围不着 所以我会在这儿见产口了 我们会给你一关皮endy园的